接着关注详细的新闻 国防部将调整个人体能测验标准 以鼓励服役人员表现得更好 新标准对金牌和银牌积分的要求更高 并且从今年4月1号起开始实施 国防部是在对新体能测验模式 进行三个月的试验计划后做出调整 在去年7月份 武装部队宣布个人体能测验 从五个项目减少到三个 他们分别是仰卧起坐 浮地挺身和2.4公里跑步 而试验计划结果显示 还有调高测验标准的空间 在新标准下 要获取银牌和300元现金 服役人员必须考取至少75分 金牌和500元现金则需要至少85分 受访服役人员表示 新标准具有挑战性 我们只需要调整 调整成练习 调整项目的项目 然后试试 没有确定是更挑战 从去年9月到12月 5000名服役人员参与了试验计划 其中74%在伏地挺身中 表现达普通水平或以上 在仰卧起坐中 有88%表现进步或维持原油水平 至于2.4公里跑步 则有73%跑得更快 或维持原油水平 新评分标准会有一年过渡期 在这期间战备军人可以选择五项或三项测验 在这期间战备军人员参与了试验计划 在这期间战备军人员参与了试验计划 感谢观看